我们广东人 其中一个洋生的方法就是 沟汤 因为沟汁可以令我们的皮肤 变成水冬冬的 今天我们要包的就是这个 玉竹铜骨汤 排料方面当然有一些 胡萝卜 玉米 红骨 还有一些加河葱 还有玉竹 有丰富的维生素A 到我们皮肤里面非常的随润 然后我们加包汤 其中一个习惯就是很爱放腔皮 但是呢就是很帮助我们体味好呀 消化 现在呢就浸泡一下 先开火 用冷水 加这些铜骨 飞水 葱 还有姜 我喜欢放一丢丢的料酒 就是去一下洗锅 就让它飞水吧 出锅啦 把这个橙皮 灌一下 冲洗一下 就不太烂了 非常容易的一个步骤 所有的食材 干干净净的洗锅了 铜皮化就去了 玉米和胡萝卜 玉米和胡萝卜 放进去 等它大火 滚完之后呢就变小火 继续煲个一个小时左右 差不多煲完的时候 我们才把这个橙皮放进去 那等待吧 玉米和胡萝卜 先放一点 一点盐 冬天呢一碗这样子的汤呢 真的是很暖和 到了玉米和胡萝卜呢 非常的清甜可口 味道很好喝 肉里边有那个 萝卜还有玉米的香味 如果大家呢 在家里比较少喝水的话呢 可以多一点煲汤 可以多多补充水 饭 让我们大家一起 羽羊羽类